大家好,欢迎又来到北斗翁的频道,今天是2021年8月18日第327集,我们今天的题材是《许家印离开恒大》 首先在这里,希望大家会满意这一集的内容。另外,我亦注意到现在我在片中的广告比过往长了些 希望各位可以容忍一下,帮我看完它就最好了 希望各位继续订阅我这个频道,继续按一下小铃铛,分享我的影片给你的朋友 如果看完之后,可以赞个like就最好了 在这里,我不倒翁在这里再次借各位帮忙 当然,当然要祝大家身体健康,兼且投资顺利 我们在第326集的时候就说了两家公司 一家就是中移动,一家就是港交所 因为两家公司的股价上最近都有不同的波动性 比如说这个港交所,它最主要的收入都是来自每日的股票成交的金额 因为它是收取佣金的嘛 所以你看到恒生指数昨天跌了四百多点 不过这个不是重点,最重点最重要的是成交额 只有1600多亿而已 所以换过来说,也是对港交所不利的 至于昨天因为跌四百多点,所以这两家所谓的蓝筹公司 股价跌是很应该的 只不过就是港交所跌得比较深些 中国移动因为有利好消息顶着 以及就快派股息,所以就没有跌得那么厉害 问题就是,将来这两家公司会走去什么情况呢? 今天要看一看我们这个香港的股市到底成交额会去到哪里? 还有,有没有什么内地最新消息可以令到中移动股价升得好些? 至于我们今天要说的是一间神奇的公司,就是恒大集团 恒大集团昨天出了一个消息都挺震撼的 就是这个许家印决定辞任董事长的职位 他就是大股东来的,怎么会无端端辞职? 如果他辞职的话,那整家公司将来的去向又会怎样呢? 今天就来讲一讲这一间公司,怎样落难,怎样有这么大的转变 希望大家给予面,继续听下去 其实恒大这一间公司拍的片真的不少 不过,经常都想他快点玩完,但是他死下死下又死不完 譬如在第3803集,当时大概是7月20日左右 我拍的片,当时恒大旗下的4间公司 股价都跌得相当厉害 有些人说,不会有问题的,因为恒大借了太多钱了 大到不能到,如果他有事的话 就会牵连整个银行体系都可能有问题的 这件事也是事实 不过,问题现在出现了,就好像不是公司有问题 是人事上有问题 去到第312集,即8月1日 我亦说了,恒大已经去到一个比较麻烦的地步 因为负面消息不断涌现出来 所以在第312集的时候,我亦说过 有朝一日,你可能会看到许家印 可能慢慢在人群之中消失了 猜不到这番说话,今时今日竟然变成真的 因为许家印真的决定了 要卸任恒大地产集团的董事长 不过,这个说法究竟是他自愿 还是有些外来因素令他不能不走呢? 我真的觉得很奇怪 原因就是因为他是大股东 就算他要退任的话 理论上都由他家族成员 例如他儿子或其他亲信接人 但现在来看,不多次是这样的 其实恒大的消息是今早在很多电台或媒体里面都有提及的 很多人都说恒大高层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所以这件事就非常突然 除了董事长要转人之外 总经理和这间公司的法人代表都要转 转了给谁呢?转了给一个叫赵长龙的人 这人是什么事呢?我们真的不知道 不过,知道的就是他目前的职位 属于恒大物业 即是这家6666公司里的 执行董事兼副董事长 由他做的话,以后的业务上 是否由他执行呢? 另外,这里有张照片 这个人是谁呢? 其实你不需要理他 这人是恒大集团的副主席兼总裁 叫做夏海军 他最近卖了一些股票 卖了一些什么呢? 就是恒大汽车的股票 和恒大物业的股票 就套现了1.16亿 那会不会是因为他的老板都要离开 所以他见到西息不对 都乱乱乱买得多少 就买多少股票套现回来 因为钱始终都是带在自己的袋里面 才是最安全最快乐的 其实一间公司的主持人要离开一间公司的话 或多或少肯定会有影响 在第303集的时候 我说了这四间恒大系里的公司 他们的股价已经跌得非常离谱了 但当时属于7月19日 拍片和出片的时候 但到现在为止 许家印要离开到底又有什么影响呢? 大家看清楚了 譬如我们看回恒大地产 或者恒大集团 他当时一个月前 都是在做8.2 现在是5.29 其实还在跌 另外就是恒大物业 甚至是恒腾网络 以及恒大汽车 他们都有不同程度的跌幅 唯一不是好跌的就是恒腾网络 但这间恒腾网络 可能要靠腾讯帮忙扶持一把 其余那些 例如恒大物业 原本想逼桂园 会帮忙吃掉 谁不知就不是 其他公司就准备想吃掉 但是听说 都是谈不定调数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间公司开始 就是东摇西摆 迟早出事 大家都应该预期得到 有很多比较有冒险的投资者 可能会觉得 现在的恒大跌到5元边缘了 是不是很划算 因为他每股资产正值有13元多 大家千万不要拼搏 原因是 你可以看这幅图 在这个股价的过往表现 在这两个月之内 其实中国恒大的跌幅是非常快 和非常深的 原因就是因为他的财政状况 出现了一个问题 而且在外来 譬如有些人向法院申请 冻结他的户口 不让他拿钱 甚至有银行逼他还钱 种种的迹象都显示 这间公司已经去到一个 比较危险的地步 加上突然大股东 许家印说要辞任董事长的职务 你说你害怕吗? 不过他的伙伴 就是这个华人置业 其实他也很乖 因为这间公司现在的股价 都是跌至3元边缘 华智这间公司 听说他现在每股资产正值 是15元的 如果要博 都博这一间 好过博中国恒大 畢竟大楼里面的资产 应该还有多丰富吧? 另一方面我们要看一看 就是这间公司 现在的市值是57亿 但在57亿里面 其实他的资产是包括什么呢? 可能最主要是拿着 中国恒大的股票 但他说 现在未变卖之前 已经亏损了超过41亿元 这一批股票 之前可能是值70亿80亿左右 现在已经不见了一大半有多 但是华人置业 其实现在对楼链铛来说 都已经不是一间很重要的棋子 所以就算被他倒闭的话 也不怕 不过这间公司理论上就不会的 最多慢慢再重新来过 好了 又来到这一条片的末段 有几样东西想和大家说一说 例如恒大中国 许家印和他的家族 持有超过76% 第二大股东 华人置业 也持有大概6% 所以其实街外的货 应该不多 希望越少人受到伤害越好 恒大集团现在的情况就是 其实许家印持有的股票 他不做董事长 可不可以把股票卖掉呢? 可不可以套现回来呢? 自己可不可以全身而退呢? 这一件事真的不知道 因为恒大借下的钱 其实许家印持有七成多 其实不是七成多 是许家印借的 许家印借了这么多钱 你猜他走不走得掉 另一方面 恒大也发了很多债券 这些债券陆续续都到期了 现在债券价格已经跌得很厉害了 博不博得过呢? 他有没有钱属回这些债券 会不会违约呢? 这一件事个人都在想着了 许家印不能全身而退的话 公司等钱勢 很可能又要公股集资 但如果做他的股东 公股集资就会很伤 希望不要 那你现在问一下 还有谁敢买恒大的股票? 当然会有的 因为有些人的胆子很大 他们经得起风浪 他们也肯去冒险 可能也有好处的 但这些好处 如果是一个小股东 或者小投资者 免得过都不可以无这些风险 因为承受不起的话 免得累到自己 晚上睡不着 不就更麻烦 各位 有件事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最近在这个公司里面 投稿 写文章 我今天上了第一篇文章 也会提到国泰 希望大家有时间 如果又不是太难 又不是太复杂 可以进去这个网页里面 看看是否看到 因为通常好像是用手机看的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的情况 但我将文章已经放上去了 希望如果大家可以看完之后 将来如果有更多的文章 你就可以按这个按键 但这篇文章 希望各位看完之后 可以赞一下个好 以及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 那就最好了 我也是那句 如果不是太麻烦的话 希望各位帮帮忙 那就行了 多谢 各位又有新文章 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最近也很少写文章 所以到最近 因为有朋友问起 最近有什么股票好投资 我想来想去 如果在香港股票的市场来说 就只有电讯刑科 是值得投资的 因为它的增长势头 的确是很不错的 当然这些投资的话 小小的玩就好了 始终电营这间公司 有很多人都对它是怕怕的 所以大家都要小心点 但是这间公司 如果想知道更多资料的话 可以去到这个link里面 就可以看到了 另外 电讯刑科这间公司 我觉得它和黄慧基 那间香港电视 其实是差无几的 只要能够令到公司 转亏为盈的话 股价上面应该就可以升的 至于升多少呢? 希望大家进去光顺一下 看一看 顺便帮我按一按 前后左右附近的广告 那就行了 多谢各位 先